哈喽,所有幽黎明社区,所有的社区人们,大家好,我是佳全 今天又带着兴奋又期待的心情与大家见面啦 本期视频我将会带什么题材给大家呢? 有看过佳全说视频的你们都知道 从开始到现在,视频都有分为很多不同的性质 比如说搬砖套利啊,8加1,9加1 如何精明理财,被动收入,主动收入 以及IEO, STO,区块链知识等等的 每一个教学视频的主题,内容的来源 都是经过我们在市场上不断寻找 搜索,再进行分析 使用并时间把所有的重点和内容合并 成品后就是大家所看到的教学视频啦 话说回来,在人生中有很多人 有很多的梦想与目标 然而,有的人成功,有的人还没看到成就 一切来自于我们是否有为我们的目标设下系统 或者简单来说就是攻略 我们才能够一步一脚印,按不就般的完成我们的目标 所以,攻略很重要 在进入本期视频的分享内容前 我们必须要先来理清Gpower的起心动念 B线交易平台的初心是让每个人能够达到被动收入 财务自由 然而,在Gpower的起心动念呢 就是让所有人打开社区事业版图 因为Gpower而达到更不一样的人生 更是提高生活素质 事不宜迟,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 Gpower敞开全球社区事业版图 相信大家对于Gpower都有一定的认识 今天呢,我就为大家呈现一套攻略 并教大家如何在Gpower达到利益最大化 有了攻略加上工具将会是完美的搭配 Ulimi社区从开始至今 一直在整个社区建设上不断发展 也成功打造属于自己的Ulimi生态权 各个板块都有着非常成熟的技术发展 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善用Ulimi社区每一个板块 才能够为我们带来杠杆收益 这套Gpower三七攻略是有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三七攻略里的三 第二阶段是三七攻略里的七 首先,为什么是三七? 在哲学与金融的角度有着三七定律 三七定律意味着什么? 三七定律是中国古代圣贤哲理 它遵循了物极必反的规律 是因为万物皆有七度 三七定律里的三是一个充满着神奇的数字 在道德经中,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三的现象无所不在 三的组合无所不有 三的力量无所不能 三也代表着神圣,奥秘,万有实用 那么三七定律里的七呢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数字 在计算机中分别用 一二三四五六 去除以七 它们都是无限循环的小数 一二三五七 都是数数 唯独七的倒数 是在圆环内转圆的无限循环小数 七表达了大自然中的事物的湿度 与恰如其分 是大自然中的中庸之道 巴菲特曾经说过 在我的视角 30%是成长 加上70%是价值 所以接下来我会引用巴菲特 毕生投资理念 为大家解析 GPOWER三七攻略里的三 成长浮化 我们都知道 GPOWER每一个组号合约 最多只能够分享十个推荐码 以及分享最多下十层区块 但是在这个攻略的上半段 我们只需用到三个推荐码 以及组号合约 分享一层区块 就能够完美搭配属于自己的组合 在GPOWER每个单一合约最大是十万优理金 然而 每个合约是有着封顶值的 封顶值为 20个月有效期 或者是 三倍的收益 一点大家必须要知道的就是 成长浮化是一个让你打造个人资产 并获得更高流动性收入的地方 那要如何透过成长浮化完美达成个人资产倍增 同时打造热流动性收入呢 根据接下来我说的重点 去执行 就能够达成了 为大家解析 一组十万优理金是如何分配的 组号合约必须先质押十万优理金 再往下各质押三个 负号合约为各十万优理金 以上就是我所说的一组了 那么一组十万合约呢 是需要准备四十万优理金的 首先 这四个十万优理金合约 是我们全球社区人所要向往的目标以及方向 只要完成这个目标呢 所有社区人将会达到四十万的个人净资产 然而 在这四十万优理金 还能够为大家带来一定的流动收入 为什么是一组十万优理金呢 一组十万优理金能够为我们带来多少的流动收入 十万优理金组合 以开始质押合约至合约封顶来计算 一组十万优理金 流动收入将会是最低 二十八万优理金 至一百二十万优理金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 四十万优理金是我们开始整个攻略时 所设定的目标 也就是最终要达到的目的 所以 嘉全老师推荐以阶梯式模式开始 在向往十万优理金组合的途中 要是已经达到五万优理金组合 您的流动收入又会是多少呢 五万优理金组合 以开始合约至合约封顶来计算 一组五万优理金 流动收入将会是最低 十四万优理金至六十万优理金 那要是达到三万优理金组合呢 三万优理金组合 如果以开始质押合约至封顶来计算的话 一组三万优理金 流动收入将会是最低 八万四千优理金 至三十六万优理金 所以 只要拥有一万优理金组合 恭喜你 您已经成功进入攻略的第一步 以组一万优理金 流动收入将会是最低 两万八千优理金 至十二万优理金 首先 大家可以以下几组攻略 各分为 攻略A 攻略AA 以及攻略AA 作为起步 攻略A呢 就是 组号合约五百优理金 带上三个五百优理金 攻略AA 就是组号合约五千优理金 带上三个五百优理金 那么攻略AA呢 就是组号合约一万优理金 带上三个五百优理金 开始您的社区事业版图 一旦达成起初所设定的目标 十万优理金组合 相等于同时累计属于自己的个人资产 因为十万优理金组合的总额是四十万优理金嘛 这四十万优理金是在您使用这个攻略的同时所累计的 而且每个合约都能够为你带来最低 二十八万优理金至一百二十万优理金的流动 以上就是我已经为大家一意解析了 成长浮化哲理对于攻略的下半段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要开始价值裂变 必须要掌握成长浮化的种种知识 只有三加七才能够让我们的价值产生裂变 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主题 给大家介绍Gpower三七攻略里的七价值裂变 为什么是七呢 在三七定律里有着很多对于未来的预测和判断 比如说生活中有很多复杂的情况 都可以用三七法则来做决定 对于一个特定的领域 你可以花百分之三十的精力 就能了解百分之七十的内容 然而在巴菲特毕生投资理念 百分之七十是价值 也造就了本攻略的价值裂变 在大家心中一定有一个疑问 什么是裂变 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价值产生裂变 开始我们必须以七七复制作为出发点 为什么是七七复制呢 因为在Gpower每个组号合约 最多只能够生成十个推荐码 三个推荐码已经使用在成长腐化的 腐化着自己的合约了 剩余的七个推荐码就是要以分享的形式进行复制 扩大社区四月版图打造属于自己的梦幻团队 完成复制剩余的七个推荐码就成功完成了三七定律里巴菲特投资理念的目的 并发挥到利益最大化 七七复制应该从哪里开始 要怎么开始呢 以下提供几套攻略组合 让大家能够清晰知道从哪里开始才是正确的 因为对于我来说 以最低成本达到利益最大化才是人人想要的 所以务必要根据系统化所设定的标准作为首个分享起步 一样的 攻略A,攻略AA,攻略AAA 攻略A是主号合约500优理金带3个500优理金 攻略AA是主号合约5000优理金带3个500优理金 攻略AA是主号合约1万优理金带3个500优理金 根据以上分享的组合配套 作为第一分流标准再以系统化的概念 开始以七七复制形式扩大社区事业版图 为什么我们要根据七七复制呢 在此之前 我相信有许多人因为安置到不对的地方 导致上不了爵位 或者是用了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升级到一定的爵位 所以我们才要七七复制这一套方案 因为只有七七复制可以让大家更快速 完美顺利达到爵位的要求 七七复制是在三七定律里的物极必反 是一件一定要做的事并达到极端 并做到极端 就会有着更不一样的效果 七也可以是无限大 在GPOWER里是有着五个爵位级别 分为青铜、黄金、白金、黑金以及传奇的 奖励方面按照爵位呈现给大家 达到以上爵位级别 您的人生将会有巨大的改变 青铜爵位呢 达标要求是主号合约三万美金 优利金 所有的团队奖励增加10% 黄金爵位呢达标要求是主号合约 生成十个推荐码并质押500优利金以上 就能够升级到黄金爵位 所有的团队奖励增加10% 白金爵位呢 达标要求是团队业绩达到三百万优利金 所有的团队奖励将会增加10% 黑金爵位达标要求是团队业绩 三千万美金优利金 所有的团队奖励一样增加10% 最后一个级别就是传奇爵位 达标要求就是只数三个黑金的用户 所有的团队奖励还是一样增加10% 如果达到五个爵位 所有的奖励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 以上就是Gpower里的爵位要求以及奖励 只要完成七七复制并达到一定的爵位 每日至每个月将会获得可观的收入 加上流动资金 接下来还有一个好消息要透露给大家 也就是Gpower三七攻略 还隐藏了一个惊喜 如果成功达到一定的爵位或者是区块层次 将会获得优博的爵位 以及优先获得Ulimit生态成果 Stacks的私募的机会 透过以上Gpower所产生的流动性收入 大家有没有想过要如何做分配 所有的流动资金流动收入 必须以三七定律作为分配 这样大家才能够清晰的分配自己的财务 以下提供个具体的分配方式给大家 务必要根据并使用 30%的收益可以选择转入到B线开启新的交易市场 第二 转入到巴特交易平台进行搬转 第三 转入到Incuber Tank指飞机进行杠杆投资 Stacks STO投资平台以及市场兑换 或充值到巴特英联卡进行全球消费或者是提现 那70%的收益呢必须持续往Gpower主号合约进行质押 一旦主号合约升级满10万后 再往直属的三个合约进行升级直到满10万为止 Gpower三气攻略成长浮化以及价值裂变已经来到了尾声 透过本集攻略视频我们必须要懂得运用单向运转 双重涡轮 也就是Gpower结合B线的引擎做到双向收益 以最快的速度提升U厘米社区每一位粉丝 透过加密数字货币提升生活数值 最后呢看懂本攻略 你就完成两件非常大的事 三气定律全世界达到百分之百 绝对不是因为你做了一件事 而是因为你做了两件事 三气定律里的成长浮化 加上价值裂变就是两件大的事 让你的人生更完整 千万不要怀疑你眼前的攻略 财富就在攻略里 谢谢大家